這次淹水最嚴重的地方應該是在仁武地區 因為仁武地區它分成幾個水系 一個是我們的愛爾水系 那愛爾水系包括有八卦里跟我們的北屋排水兩個字紅池 那這次的雖然有少部分的內水的一個排泄比較宣洩不及 但是比較嚴重的地方是在於曹公、郡、沿岸的包括灣內里跟仁和里兩個里 那因為曹公、郡到我們這個仁武地區它是比較狹窄 那本身旁邊的土地面積受限使用 所以會造成說在附近地區假如說上游的曹公、郡 因為它從鳳山鳥松這樣叫水大量趕下來的話 那會造成在仁武地區這邊積水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幾年雖然說有部分的一些少許的淹水 但是今年因為在凌晨的12點跟早上5點的時候 那因為適逢漲潮跟整個包括上游的這個水系也幾乎是狂降雨的一個情況下 所以會造成說人武地區的這個地方的一個淹水 那所以我們一早上就到包括人和里跟我們這個 這一個灣內里跟里長在巡視 那也快速的在協數災民能夠就一些重建 能夠盡速來進行包括一些補助或者一些包括一些清潔 也感謝國軍弟兄的一個幫忙 那我們也希望說市政府在這次的救災 包括說怎麼樣從寬、從優、從數的來對於這些災害的一些補償 那還有一些泡淹水的這些車輛 在這次的情況也是非常的一個嚴重 所以我們希望說能夠全力來協助救災 那當然最優先是在人武地區草公郡的這個相關 大概不管是鳥松 它的一個分紅、滋紅也能夠快速來進行 這是老天爺再次給高雄考驗 齊邁,昨天在新台灣加油當中我們才曾經去分析 高雄在過去幾年當中成功所打造13座的滋紅池 在這一次暴雨當中發揮極大的效果 對,對,對 而現在再次暴雨又是雨但全面性的再次又來到高雄的同時 現在13座的滋紅池的狀況是什麼一個情形呢 怎麼去因應呢 我想我也到包括寶業里跟本河里等等相關這些滋紅池 來瞭解整個滋紅的一些狀況 事實上幾乎所有的滋紅池在強降雨的地區其實都發揮了這個滋紅的一些功能 有一些都達到百分之百 有一些大概百分之七十 所以像以人武地區來講 包括愛河水系的這個北屋排水跟施隆溪排水 那以及八卦里的排水其實他們都有發揮滋紅的一些功能 但是這總共的蓄紅量大概有十三萬公噸 所以淹水的部分以人武地區來講最嚴重的地方 是在於曹公郡的滋油 所以這個在曹公郡的上游它必須在有分紅滋紅的一個概念 把上游的水位引到其他的不管是滋流 或者是這個興建滋紅池的一個方式 讓這個水位不要一下子就感到曹公郡人武地帶 那我相信除了說這個滋紅池的這個滋紅功能之外 當然都市內的這些所謂的內水的這個排水也非常重要 因為高雄過去畢竟是在高雄縣 原高雄縣的部分它的一個內水的排水的防洪標準 大概是到兩年到五年 所以我們還是要加緊加快腳步在整治淹水的這個部分 還是我們會繼續來努力 是 好 志鴻池在這一次暴雨當中扮演非常關鍵性的角色 但是因為老天爺再次考驗高雄的結果 今天高雄市的代理市長許立民的臉書被網友很多民眾給灌爆了 甚至有人一大早叫市長你起床吧 趕快來看現在整個風雨狀況 那許立民是在早上六點十二分宣布 今天停班停課 這裡頭的整個違紀處理包括臉書被灌爆 我不知道齊曼你自己所了解的狀況是怎麼回事 昨天晚上事上包括在十一點多的時候 那我就有跟行政院的秘書長 卓秘書長跟許市長取得聯繫 那行政院也馬上請經濟部的沈榮金部長 大概晚上我假如沒有記錯 後來應該是十二點半一點左右 也跟省部長通了電話 那我瞭解到說 其實在致紅池這一次 所以當然他還是有他設計的一個容許的一個上限 那以人物地區來講 他比較嚴重的地方 倒不是說 包括這些致紅池 其實總共續航量大概有十三萬噸左右 那最嚴重的其實還是在於 包括我們現在在身後看到的曹光郡 那因為他 中油帶人物實在是稍微比較狹窄的一點 才會造成說這次淹水的地區那麼嚴重 所以我們應該要立刻針對這個部分來改善 那昨天其實是十二點下雨 大概到一兩點的時候 雨勢就稍緩下來 是到早上五點的時候才突然又下起大雨下來 所以我想我們當然希望說能夠在整個治水的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我們應該是要負起所有的責任 所以我們也真的覺得我們還要帶加把勁來把我們的治水工作 讓民眾能夠保障他生命財產的安全 我們還是要繼續努力 是的確 我相信齊邁 你說出現在災民的心聲 因為這一次不管是在高雄 你所處的高雄這個地方 台南跟嘉義都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人民基本他的生活財產 你說像是家電通通幾乎都泡湯了 那當然賴清德宣布 每一戶大概是補助 我們看到是兩萬塊錢 你覺得在這個部分 居民還可以怎麼樣 除了水用什麼方式可以趕快退 怎麼樣重建家園 還有可能積極的一個協助方案嗎 來齊邁你所瞭解 我會比較建議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 我們那個家裡淹水的標準是50公分 那其實應該是要因地制宇 可以從50公分因地制宇 假如它的一個受損情況非常嚴重的話 應該這個標準可以往下調整 來讓授權讓地方政府或者是我們的公所 能夠就一些情況來做一個實際上的一個補償 那第二個就是 因為不管是12點或5點 那個雨實在是下得太快 大家又都在睡覺 所以會造成有一些車輛包括機車 包括這個汽車的一些淹水進水的一個狀況 所以泡水的機車或者是汽車 應該這個部分應該要給予適度的一些 救助跟補償 我想能夠減少民眾的一個負擔 那另外就是說 蔬果的一些受損一些農田 那這一個部分 當然政府已經有一些我們本來天然災 本來就有一些救助辦法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能夠從快 從優 然後從寬來做認定 讓加速民眾的一個 能夠獲得一些補償 那當然最重要還是治水的預算 因為即使說這個治宏池發揮了很多 這個包括治宏的這些功能 但是畢竟有一些除了說治宏之外 那還有很多包括整個河川的一個整治 跟整個包括區域排水也好 或者是都市排水 這個部分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那我們希望說中央應該在這個部分 在預算上能夠也給高雄大力的一個幫忙 那最後我還是要感謝 包括我們的清潔隊 跟我們的國軍官兵弟兄 還有很多基層的這一些里長 在這次救災大教育 其實非常的辛苦 還是要感謝他們 是 姐妹說出了 現在在第一線不管國軍 跟這些在清理 那麼希望儘快重建家園人員來講 他們真的是非常辛苦 全國民眾向他們致敬同時 我想請教 你有沒有覺得這一次的暴雨 出現一個非常怪的一個氛圍 就是好像有一群人 有一點幸災樂禍 甚至有一些假新聞 那不斷地去擴散 我不知道你在高雄當地 你的感受跟你的觀察是怎麼期待 我想現在因為大家假如看鏡頭的話 知道說現在高雄其實還是在下大雨 我們是心急如粉 然後希望說能夠趕快協助災民 能夠不管是救災也好或是重建家園 實在是不太希望說 當然可以理解災民的心情感受 我們真的也是很抱歉 但是我是希望說 這個救災還是最優先 那太多的這種 不管是有太多的這種 言語也好或者是政黨之間的一個 不同的一些看法 我是希望還是圍繞在災民跟救災的 這個方向大家能夠提出好的一些建議 讓我們的災民能夠盡速的復原 跟有一個更好的一個重建的一個策略 有特點 Silver 在這位